第三世代的神兽也要和第四世代的神兽来一场对战 大家更看好哪一边呢 开局三代首发的是钢神柱雷吉斯西鲁 四代首发的是意志之神亚克洛姆 第一回合亚克洛姆速度快 先手使用火焰拳效果绝佳 居然直接打过半了 那不用想肯定是击中要害了 雷吉斯西鲁后手使用铁臂提升两端物防等级 但是前面运气不好感觉用处不大了 随后使用剩饭回复了16分之1的生命值 那还有希望 第二回合亚克洛姆继续使用火焰拳 这发伤害就很低了 雷吉斯西鲁使用的是重磅冲撞按体重比计算伤害 亚克洛姆只有0.3千克 重磅冲撞有120多威力 直接打了亚克洛姆三分之2的血量 随后自己又用剩饭回复了生命值 第三回合亚克洛姆转而使用吸取拳 这没啥用啊 威力都是75自身的血量 吸完来到70还是不够打 那么雷吉斯西鲁后手的重磅冲撞 直接送走了亚克洛姆 随后又依靠剩饭回复了血量 四代下一只派出的是感情之神爱莫利多 第四回合爱莫利多速度快 先手使用10万伏特 雷吉斯西鲁能顶住吗 哎呀顶不住 三代下一只派出的是冰神助雷吉艾斯 第五回合还是爱莫利多速度快 先手使用精神强烈 本系90多威力 但是雷吉艾斯特防有200 并没有掉多少血量 他后手使用冰冻光束 爱莫利多应该是带了突击背心 掉的血量也非常少 随后雷吉艾斯使用剩饭回复了血量 六六单打是可以携带重复道具的 第六回合爱莫利多继续使用精神强烈 又打了雷吉艾斯三成多的血量 他后手的冰冻光束才刚把爱莫利多打过半 这肯定对冰不过了 随后又使用剩饭回复了血量 第七回合爱莫利多再来一发精神强烈 伤害是够带走雷吉艾斯的 三代下一只派出的是炎神助雷吉洛克 都是小弟先上 第八回合爱莫利多先手使用能量球 哇这是效果绝佳的 并且雷吉洛克特防相对薄弱 被打掉了一半多一点的血量 啊还击中要害了 难道雷吉洛克的道具也是突击背心 他后手使用时刃本吸100的威力 但非常可惜爱插三滴血才能打死 第九回合爱莫利多再来一发能量球 这次没有击中要害 伤害不够带走雷吉洛克 雷吉洛克随便用一招扑击 送走了三滴血的爱莫利多 四代下一只派出的是智慧之神尤克希 第十回合尤克希先手使用清神强烈 干掉了残血的雷吉洛克 三代下一只派出的是海洋的化身盖乌卡 上场发动了降雨特性 天气变为下雨 第十一回合是尤克希的速度更快 先手使用清神强烈 不过伤害很低 有点在刮杀 盖乌卡使用的是喷水 现在不是满血 威力会低一些 但还是把满血的尤克希给秒了 其中要害的原来是 四代下一只派出的是时空之神帕鲁奇亚 水加龙妥妥的康特位 第十二回合 帕鲁奇亚的速度快 先手使用10万伏特 效果绝佳 但是伤害并没有很高 不过10%的几率还触发特效了 盖乌卡陷入了麻痹状态 他后手使用的是打雷 110的威力 打了三成多的血量 并且也把帕鲁奇亚给麻痹了 第十三回合 都是麻痹还是帕鲁奇亚的速度快 先手使用他的专用招式 压空猎斩 100的威力 其中要害直接把盖乌卡打成残血了 盖乌卡怎么反击 哎呀他麻痹没法行动了 第十四回合 帕鲁奇亚非常稳健 使用10万伏特 送走了残血的盖乌卡 三代下一只 派出的是天空之神猎空座 上场发动气闸特性 天气的影响消失了 第十五回合 现在猎空座速度更快 先手一发地零 直接干掉了帕鲁奇亚 四代下一只 派出的是时间之神地亚鲁卡 第十六回合 猎空座速度更快 但只能继续使用地零 打钢加龙 只有一倍的伤害 也并不能秒掉迪亚鲁卡 迪亚鲁卡后手 使用的是流星群 效果学家 本系130多位帝 秒掉了满血的烈工作 打完自己的特攻 下降两级 三代最后 派出的是大地的化身 顾拉多 上场发动日照特性 天气变远的大晴天 第十七回合 顾拉多先进行几句话了 你是最后的期望啊 但是拼速度 没有拼过迪亚鲁卡 被迪亚鲁卡 先手打了一发流星群 好在特攻下降两级后 打的血量并不多 顾拉多后手 使用几句大地 干掉了迪亚鲁卡 并且打完自己的特防 提升一级 四代最后上场的是 反物质之神 奇拉蒂娜起源形态 第十八回合 奇拉蒂娜也进行几句话了 要与顾拉多决一死战 他两也都是90速度 奇拉蒂娜先出招了 使用的是几句幽灵 造成的伤害并不高 打完顾拉多的物防 下降一级 顾拉多使用的是几句大地 但是对手有漂浮特性啊 顾拉多你是演员吧 让AI来都打不出 这么猪逼的操作 第十九回合 奇拉蒂娜继续使用几句幽灵 这次伤害比之前 有明显的提升 顾拉多被打成了红血 并且物防又被下降一级 顾拉多最后一回合 几句话打的是几句钢铁 几句钢铁根本打不动奇拉蒂娜 打完自己的物防提升一级 但已经为时已晚 这回合几句话状态也结束了 第二十回合 奇拉蒂娜最后赐给顾拉多 一发几句龙旗 代表四代神兽团赢得了胜利